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上個禮拜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跟日本的來訪的這個賓客 發生一些誤會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完全不放過任何 來酸蘇韓國瑜的這個機會 他就說這個韓國瑜丟臉 丟到國外去 可是話才講沒多久 都沒想到 他支持的力挺的站台的 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 就發生了貪賭的事情 到底是誰把臉丟到國外去 或者是臉丟太大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視訊 連線到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孟凱 孟凱你好 是 哈囉 主持人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孟凱請教一下 就是這一位高議員 高敏慧議員 請問他跟蘇貞昌的關係 是怎麼樣 就我了解 他們關係應該是非常肥淺 為什麼 怎麼講 因為高議員他是六連霸 所以說換句話講往前回推 他等於是在蘇貞昌任那時候 就已經有當任議員 這個角色 那其實實際上來講 就是說在這個新北市 或說以前台北線也好 其實蘇貞昌他一直都有計畫性的 在各地要培養自己實力的這個議員 那所以這個常常會有人講是說這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所以說其實都會在新北市裡面都會有一些所謂的這個蘇責人馬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這個高議員的這個狀況 其實過去好像大家也都有在做討論 因為就說 因為他這一次所謂的貪圖 而且呢一開始就我的了解是他被檢調約談的時候 其實他都還不以為意 覺得是說就只是一個例行性的一個約談 沒有太注意 沒想到到最後居然是用收押進見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在癥結點在於是說 因為每個議員都有所謂的這個助理的這個薪水的一個支付 每個月是24萬 那還有辦公室的一個費用每個月是兩萬元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議員 他可能這樣子就說 因為平常的這個選區相對來講沒有那麼的大 那還有就是說平常的時候這個選民服務 因為議員比較多 那所以說有些議員他可能不是主打的選民服務的時候 就助理不用請的那麼多 那他就有可能他 但是他還是要領好領滿 就是要把那24萬給領好領滿 就會去用一些親戚朋友當作是這個人頭帳戶 也因此這樣的行為其實就被檢調認定說 他就是一個貪賭行為 所以說在這一次的這個高議員這樣的一個行為 其實看起來是蠻據證確鑿的 不然也不會說到最後做一個收押的一個動作 孟凱當我看到他這個被收押的過程中還蠻戲劇化的 他就雙手上手銬然後高舉說他是因為這個農會的改選的恩怨 那我第一個想到就是阿扁他在學阿扁 就海角七義的時候阿扁也是這樣一個動作 那他到底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農會的改選是有牽扯的嗎 我覺得任何人 就是說我們先不管是說他有所謂的這個瓜葛和酒葛 但任何人如果說遭受到這樣的一個情況還是先推先怪罪於其他人這樣子也未免是太過於廉價了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主持人特別講的是說這高舉雙手 然後說這個被冤枉的這真的有點急事感 就是好像想到2008年那時候的陳水扁 十月的時候大家那個時候都覺得認為是說他的罪證其實已經算是蠻確鑿的 但是他還要高舉雙手 並且跟人家講是說他是什麼為台灣坐牢 那最後一個畫面在陳水扁那時候還沒有把外就醫之前做一個畫面就是留給大家這樣的印象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說法也未免太過於廉價 那我也相信說因為檢調當中其實就我自己也是新北第一選區 就我們瞭解是說其實新北市的議會議員裡面其實對這個規範也都是非常的明確 也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告知 就是說議員絕對不要犯到這樣的一個低級的錯誤 因為便宜行事是絕對不允許的 我想這法令的規定便宜行事是絕對不允許的 那當然每個議員的這個情況其實都或有不同 可是如果說像高議員這個檢調都已經有掌握充分的資料了 那才去約談你 那並且到最後做一個收押的話 其實真實事實的真相就留在司法調查 但是我相信檢調應該是有所本才會做那麼大動作的一個收押 孟凱大家網友都開玩笑說行政院長蘇貞昌是新的蘇酸錠 他現在變成說韓國瑜好像不管大廈小小的事情 很奇怪記者就是會去問蘇貞昌 然後蘇貞昌不管什麼事他都會酸 上禮拜他韓市長跟日本訪客發生了一些誤會 彼此溝通 最後日本學者他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但是蘇貞昌也拿來酸 說這個丟臉丟到國外去 那你自己覺得你曾經站台過的 你支持過的 而且當初他站台的還說 這個在2018年的時候 他說年底選舉三張票 一張市長投給頭最亮的 一張議員票要投給臉最白的 他臉最白的就是講高敏慧 那他這樣的站台 他這樣的背書跟這樣的力挺 可是這一個人後來他涉及的貪賭 你覺得到底是誰丟了臉 是啊 所以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當初說的三明海誓 有一句話常常講說選前三明海誓 選後是昨晚抱歉 酸前三明海誓 酸了後藏明海誓 那其實這就代表這就代表什麼 這就代表是說其實誠信 以及說時間真的會讓一個人來說話 其實我們先講說蘇貞昌院長 過去這段時間他真的像是撿到槍 但是他的槍都是對內沒有對外 尤其是對內就是針對的是包括說 國民黨或是我們的候選韓國瑜 那你記不記得我們就講說撕煙案 我們就講說陳明文的三百萬 我們就講說這一次的這個高敏慧議員的事件 蘇貞昌有發表任何的談話嗎 或是說他有像一樣的標準一樣 用那麼大動作或說大規格或是說高格調來去做這樣任何的一個發言嗎 其實好像也沒有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他是不是還是有針對性的來做一個攻擊 來做一個見縫插針 其實確實 但是如果說他今天是一個70歲的一個這個政壇退休人士 每天發表言論我們也就姑且一笑致志也就算了 但是問題不是問題他現在是手握我們中華民國最多行政資源的行政院的首長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我們也想請問是說難道行政院沒有更重要的事情 比酸韓國瑜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嗎 所以其實這整件事情看下來我只有兩個感想 一個就是民進黨從頭到尾還是不脫離所謂的雙重標準 就是見到別人的時候會非常的大聲 也非常的高規格 那面對自己人有任何的瑕疵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今天也好或明天也好 可能記者媒體問到高議員這個事情 蘇貞昌都不會有太多的正面的回憶 那第二個部分也是說是不是現在左右的民政民進黨政府的團隊 都進入了所謂的選戰模式 其實一直當然他們都是很會打選戰沒有錯 但是現在進入選戰模式就是所有事情都是以選票最大化利益為考量 那可能施政執政並不是他主要的優先考慮 所以說才會看到有什麼單身補助 有什麼夜市券的發放 有什麼這些很多的都是突然間雨後春水冒出來的 這些金錢的補助 但是卻對於整體國家施政沒有一個大方向的規劃 我覺得這樣子難免會讓民眾感到非常的失望 謝謝孟凱跟我們分享沒有那麼多 孟凱你現在是在跑新北市立委選舉的第一選區 這行程真的很忙 謝謝你擺盤之中 我現在在淡水 停在路邊 所以等一下又要再跑了 你的服務員特別廣 謝謝孟凱 拜拜 好 感謝 再見 拜拜 好 我們繼續來關心一下 這一個剛剛講到的 民進黨新北市的議員高敏慧 他從2010年的時候開始 他擔任新北市三屆的議員裡面 他就被檢舉說他扶爆助理費 涉及貪污 還有詐取財務罪 還有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9月6號的時候檢調就大批的去搜索 而且帶了11個人回去 9月8號裁定這個高議員 還有他的助理積壓禁見 那佔領的手法就是新北市議會 他有助議員的助理補助 時報時銷 一個議員一個月最多可以領24萬 那高議員就是被檢舉 利用人頭 福報 補助 要把錢挪作私用 那高敏慧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他高舉雙手 上手銬 他說我們是冤枉的 是因為新北市樹林農會的選舉 他們犧牲了我 我是冤枉的 那樹林農會前理事長賴曹敬他說 應該是明年農會改選 同一個選區 某個綠營的明代家族背後在搞鬼 但是如果說 你自己沒有做違法的事情 不管是哪一個選舉 或者為了哪一件事情 或者誰要動你 那都不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應該還是先檢討一下 自己到底有沒有做過違法的事情 那高議員被檢控被指控說他涉灘 還不只這件事情 還有潛力 2004年的時候 他擔任當時台北縣的議員的時候 他被指控利用配合款收回扣 一審被判9年 這個末路的他才犯罪的所得 總共300多萬 9000元 那二審又被判了6年 他還是不服上訴 那最高院撤銷了發回原審 纏述到現在已經10年多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定驗 所以他不只一個案子 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到現在都還沒有定驗 那看到照片可以看到 我們特別要強調 他的案子其實不算 在政治上不算重要 但是幫他背書 幫他站台的 是現在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可以看到這地方 院長站在這地方 高議員就站在這裡 院長另外一張照片 院長這個地方 高議員的這個地方 去年的選舉當中 蘇貞昌在選新北市的時候 他跟高敏慧互動非常多 也幫他站台 他也講過剛剛講的 就是蘇貞昌說 高議員很會講話 年底的三張票 一個要投給頭最亮的 一張議員票要投給臉最白的 里長票就在台上看得到的 所以他幫他背書 他出了一些狀況 當初幫他站台 幫他背書的蘇貞昌 是不是也應該講講話 先前還有其他的民進黨議員 也涉及貪污被羈押 而且是不久前 就今年的7月 新北市的議員陳柯明涉貪 他是行賄建商 而且他也認罪了 他用要刪掉人家預算的當威脅 跟新北市政府的公務局 還有城鄉所施壓 他要幫助這個建商 要換取入股的工程公司 取得建商土方 清運的這些工程利益 或者直接跟廠商來 這個建商來勒索 總共收費了1711萬元 那韓貴他7月28號的時候 其實就講過這些話了 他說民進黨你以前標榜的是 清廉 情政 愛鄉圖 可是現在就變成貪污 腐敗 愛權利 所以他說支持民進黨 這些是好朋友 你難道會不傷心嗎